市長好 最近這個防疫我相信市長當然一定很忙 不過除了防疫的議題之外 其實很多市政的議題應該都還是一樣要繼續推進 今天要來跟市長討論一個關於這個我們的女性 關於我們的兒少非常重大的問題 就是網路性剝削的犯罪的被害人的權利保障 那市長最近有沒有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韓國有一條新聞叫做恩浩房事件 市長有聽過嗎 好像有我知道有這個東西 那你知道在你的認知裡面這是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我不曉得 我只看過標題沒看過內容 好那我現在跟你講一下內容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加害人他用網路釣魚的手法 去鎖定了一些特定的兒少或者是特定的女性 這鎖定被害人之後呢 第一步他是先用詐騙的方式 取得他們的個資以及取得第一次 讓他們提供這個私密的照片 接著呢他繼續用這種詐騙得來的私密照片 去勒索這個被害人 勒索他要求他提出更多更多的私密影像 而且這些影像的要求的內容不斷的升級 然後這個加害人呢 他在Telegram上成立了一個群組 對於其他的使用者 他採取收取會員費的方式 繳了會費的人就可以進來他的這個群組 他把他取名為房間 進到他的房間之後呢 他就會對這些繳費的會員 分享這些他詐騙勒索得來的私密影像 甚至他分享了這些被害人的詳細的個資 而這個加害人呢同時他也要求這些繳費會員 在這個群組裡面提供自己的私密影像 或者是配合要求做出很多不堪入目的發言 藉此呢凝聚這些加害 凝聚這個加害群組裡面的這些會員的向心力 那每一次當這些私密的影像被貼出來的時候 群組裡面就會發出非常多不堪入目的言論 對這個被害人做出性攻擊 那市長有沒有聽說過這個恩浩房裡面流傳的影像有什麼內容 這些影像的內容非常的害人聽聞啊 我在這邊報告給你聽 這些被害人呢因為不斷的被勒索之下 甚至有人呢接受要求說拿刀在自己身上 刻下奴隸的字樣 把各種的棍型物體呢放進他們的性器官 或者是呢做出自殘的行為 來滿足這個群組裡面的這些成員 他們非人道的這些性批號的要求 而且更害人聽聞的是 市長你知道有多少人腳前加入這種群組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根據韓國警方現在的調查 腳前加入的可以追索到身份的會員 可能至少有兩萬個人以上 最多可能規模到達二十六萬個人 你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韓國是 在韓國是 那你覺得台灣有沒有類似的事情 如果出現的話應該會 我們會叫警察去把它撲滅掉 在台灣目前還沒有爆發這麼大規模的事件 固然是沒錯 不過呢已經有非常多的社會事件 我相信你可以在新聞上面看到 就像比如說最知名的這個李宗瑞性愛影片的事件 以及各種類似李宗瑞的手法 其實你幾乎每一個月你都可以在社會新聞上看到類似的報導 那你覺得這一種犯罪的被害人 他的權利需不需要被保護 需要 需要 那你知道這類型案件的被害人需要怎麼樣的協助嗎 應該要有一個可靠的申訴的 就是一個窗口來承接這個案件然後再去處理 對你市長講的非常對 你應該要有一個可靠的申訴的窗口 那我們現在來設身處理一下被害人 他的可靠申訴的窗口在哪裡 如果市長今天你不小心成為被害人 有人拿著你的私密影像來威脅你要配合他 請問你會怎麼處理你會去找誰求助 那報告議員好 沒有我問的是市長不好意思 我們台北市還 我知道社會局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所以市長你會打電話給社會局嗎 他有一個網站 不是有一個電話 113是不是 113 所以市長你會 如果你是受害人 你會打113這個家暴專線 去尋求結束 去尋求幫忙 為什麼你不會想要報警 先 對人民來講 不管是社會局警察局 那都是代表公權力 所以我去找一個比較軟性的 要先問 他應該幫我處理掉 那可是你知道 實務上這一類案件的被害人 他第一步會先去哪裡嗎 不知道 通常大多數的人 他可能很害怕 他不敢求助 因為他害怕求助 就會遭到二次傷害 可是現在實際上 如果真的下定決心要報案的人 他還是會去找警察 這跟市長你剛才在這個 我們社會局長的提示之下 做出的回應 其實跟現在的情況是有一點落差的 我們這邊接到了非常多 包括民間團體跟我們反應 很多民眾跟我們反應說 由於這一類的網路性勒索 網路性暴力的犯罪 如果他的被害人是成年人的話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他就不適用兒哨性剝削條例 而他的犯罪類型很可能也不適用於 這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所以呢 他在警察局裡面會歸類成一個 所謂叫做一般刑案的東西 比如說叫做這個強制罪啊 或者是妨害電腦使用罪啊 或者是這個妨害秘密啊 等等的東西 而這樣子一辦下去的話 這一類的案件 他是不是用現在現存於 包括兒哨性剝削 包括性侵害所適用的SOP的 所以這會造成很多非常荒謬的情況 未來我在這個警政衛生部門質詢的時候 會再請教局長 那時間有限 在這裡我的螢幕上有三個關於現況的問題 而且有不同的權責機關 那我在這會期質詢的時候呢 我會針對這些問題 跟不同的權責機關要求來改善 那如果沒有辦法改善的話 我會在總質詢的時候呢 把沒辦法改善的問題提出來 跟市長一起解決 希望市長我們這會期 一起來重視這個問題好不好 那我們回去就直接就叫來解決 好謝謝時間暫停